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让人家争议的所谓的肥高官吗 结果呢把连战单一个人拿出来一讲 结果对此呢连战他非常的不满 他强调没有多拿政府一毛钱 那么并且呢也没有想到说 为了这个18%敏感的这个关系 也就是大家之前本来在想说 马连之间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敏感的一些关系啊 不合吗 结果就这样意外的被挑起 检讨18%马总统和高层开会 拿老长官连战当负面教材 以曾任副总统的连战行之上路 居然一年可以多领了10万元 下令要检讨 成了被检讨对象 连战很不以为然 办公室主任丁远超表示 绝对没有多领政府一毛钱 一切都是照规矩 对照民进党95年和马政府刚通过的版本 新智把主管加起删除 改采本凤乘以二的方式 等于让所有公务员都回归到同样的基准点 改善绿营受大官肥小利的情况 如今马总统下令要再改 新智该怎么检讨 全训部重新再算 不过敏感的马连关系 因为18%再度被飘上台面 中间新闻黄一群宣问好 台北报道 好 那我们继续 当然我们就来想一想 其实这个马总统一向主张 注重的就是清连 那么当然如果说这个公式摊开来 算给他看 那他发现如果真的是 所谓的肥高官的话 那当然并非他所愿 会不会之前他没有弄清楚呢 那如果现在要来弥补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那么当然这个里面的公式 也许细算起来非常的复杂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没有办法花时间 一一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 而仔细 但是一个关键就在于 排富 排富这两个字 我想请教一下东豪 如果说我们要排富的话 有没有可能就这样吗 那如果说是这个月薪 可能达到六位数以上的 那这些其实就是 所谓的这个高官啊 高薪者 那他们其实呢就被排掉 没有所谓的这个优惠啊 那这样子的话算起来 是不是真的相对来讲 会比较简单呢 也不用大家吵成这个样子 其实问题也就出在这一块 我们现在讲 那个肥高官受小力 然后为什么 马总统这次要踩刹车 为什么要悬崖热嘛 就是说 不管他过去 你这两次要怎么改 他这一次 那个群续部的试算的话 一般 一般的文官来讲 最高大概在120万 就是你的额度 从过去就120万 可是呢 政务值 也就是说你在过去担任过 民国84年前 你担任过 你从文官后来变成 政务官的 政务次长的 部长的 乃至于副院长以上的 最高的可以到180万 也就是说这次内部 在84年前的公务人员 韩政务官 他的试用上面 出现了一个问题 一个是120 一个是180 简单讲 这个地方出现问题 为什么连载连先生 会说多了10万 他其实是多了 就是以这个标准来讲 120跟180 之间差了10万8千块 也就是这一块出了问题 那这一块来讲 对于马上总统 他要 对于全职部 是这个政策来讲 你这个18%就已经 因为1%跟18%的 这个社会观感的问题 已经一起争议了 还有内部 公务人员 84年公务人员的 这个能够 回存的额度又不一样 这又是一个公平的问题 所以他就产生说 他必须要做处理了 所以不要踩刹车 我只知道的是 目前的想法来讲 还有跟那个立法院 国民党党团 跟这个他们相关的想法是说 不管是基层公务人员 你从120万的 有些大概因为值得不同 有些从110、120 大概叫这个数字 到乃至于政务官的180万之间 他们大概会找一个统一的数字 也就是不管你任官的值等 是检任的 是政务的 还是其他的 全部是一个统一的 一个额度 就是说你适用的18% 全部统一的 他也许是一个100万 也许是多少 他大概会从这一个部分 做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是说 好 你这个18%的优惠存款 再跟你的所得替代率之间 再找到一个平衡点 大概他目前呢 紧急刹车的原因 就出来这一块 但是对于18%基本上是不会动的 18%是不会动的 84年前的 刚才刘大哥也讲到的 这个公务人员 84年前 民国84年去担任公务人员 你政府对他有个承诺 就是你有个18%的优惠存款 这个是不必要笨动的 但是额度是多少 基于所有的公务人员 一体的公平性 他要做个调整 但是这样子的做法 是不是就可以平息 民间的疑虑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1% 1.5%跟18%之间 你当人这个社会永远有不同的想法 对 可是回顾来讲 早期公务人员 其实有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是没有人要当公务人员 为什么 闲那个时候钱太少 那为什么你现在会羡慕公务人员 就是因为民间企业的 这个起伏比较大 是 好的时候 你不会去羡慕公务人员 不好的时候呢 你就会嫉妒公务人员 对 就是这样子 是 是的确 那刚刚其实这个 我补充讲一下 东豪所说到的这个 替代率的这个部分 因为呢 军公教退休所得替代率 大概是95% 也换句话说 就是你退休之后呢 你大概还可以领到 9成5的薪资 但劳工基层 他们的这个阶级 就不一样了 那么相对之下 他们大概最高只有46.5% 也就是说 大概呢 就是军公教人员的一半而已 那么也因此呢 其实我们看到 民主党方面 就一直在警咬 这个18% 就认为说它不合理啊 你看就算一般市井小民 现在去银行去存个钱 你带利息呢 顶多就是1% 了不起啦 可是呢 你看人家动辄都可以拿到18%的优惠 是不是很不公平呢 所以到底是谁在制造这个族群的对立 这个地方呢 当然就值得讨论了 尤其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也看到民进党呢 有立委就提出来说 是 如果这个18% 既然这个太高了 不合时宜了 不如来砍一半 9% 怎么样呢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为什么之前民进党执政那8年不这样做呢 靳平这点我也很有疑问 不管是取消或者是砍 从这个18% 它这个优惠存款的设计制度 的确是有问题 不是很合理的哦 那从早上看到报纸啊 我们一开始以为说这个制度是由考试院发神经丢出来的议题 结果没有想到 今天那个报纸一摊开来看到标题说马总统他也认为18%有为公平应该修法 乍看我还以为马总统也反对18% 这细看才知道说哦 原来那个在对照另外一个联合报他也是提到说昨天那个张哲生上节目他有讲说那个18%是总统指示修法 原来好像马丁九总统他的指示他的态度就变成说他要转个弯或者是踩刹车 那就是在这个修法方向里面纳入就是像排富条款刚刚提到的还有退休金的退休所的替代率 所以不管是刚刚玉琳你说的就是说民进党他赞成说应该凯到9%或者说维持18% 这个其实怎么试算就如同刚刚讨论的 真的我也一般老百姓不懂 我只知道我觉得依旧我们一般劳工阶级来说 在社会利率正在下滑的时代已经1%2%%了 那18%对我来说我真的产生了那种相对的剥夺感 那其实在这个状况下我就会联想起来 在之前有讨论到说公务人员加薪 马丁九我记得之前那个去年11月的时候那时候吴丁医院长说 我们现在那个政府的负担比较重啊 可能那个没有办法马上加薪 结果前一阵子上个礼拜马丁九又抛出说可以加薪 就是感觉他在政治压力面临的时候一推一就的那种态度 现在这个18%好像也是这样 也是在公务人员加薪的议题上这个态度 马丁九马政府呢他是腹背受敌的 那碰到这个18%他一直指责对手和在野党说 是把这个议题污名化了 然后甚至登广告要去捍卫 可是就像刚刚如同一鸿大哥所讲的 如果这个试算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试算的有没有清楚 老实说我也不懂 那我只知道说 那你这个18%的议题你自己也讲不清楚 你自己内部的政策就跟当初 二代健保讨论的时候一样也没有协调 然后试算的那么清楚 然后现在总统又有交代有指示下来了 说你要在排付条款上 你要在退休所的替代率上 怎么样去修正啊 那不要让人民产生那种扩大阶级的落差 好像社会对立一样 那我只觉得说 为什么他们每次政策在还没推出之前 只是用喊一喊的 都可以喊一喊就是好像每个人一把号 各吹各的吊一样 然后让我觉得说 我还是看到了就是不公平啊 那昨天那个张承生有讲到说 18%不是铁板一块 可以讨论 然后可以辩论 那我觉得这很好啊 那你是不是应该就这个议题来一个社会对话 我觉得这个制度是很好 他们刚改过去年才刚改过而已 现在又要改 对啊所以我就说 你可以来个对话啊 因为我就来说我还是不懂啊 我只觉得不公平 我只觉得过大阶级落差 那他们一连串的发言和捍卫 这一个多礼拜以来 就是在现公务员以不易 对而且不止18%的问题 还有加薪的这个问题啊 现在是政府在举债度日了 连续两年短征税收这种财政状况 还要加薪吗 马上回来